作為全國頂級的神經外科專家 姜濤仍在時刻揮霍著自己的腦力 參加各地學術會議 深夜回京已是常態 他們有人說我絕頭 絕頭都沒話 有人說我這個有點青上帝 你看我路上我接了好幾個 要出手術院的 就拉黑了 再不聯繫了 就想套進我套不上 我特別我母親 很自覺 我也跟他們講 我說我就是天堂醫院一名醫生 你們也別給我接受患者 你接受我解決不了 你不能說我農村來我就沒床住 所以我咱們可以過去縱患 咱們還對 不管認識誰 認識不認識 我這塊不行亂把七糟的事 讓姜濤加倍呵護的病房 這是北京天堂醫院神經外科腫瘤五病區 深入這裡我們發現 百分之九十的患者來自外地 普通的市集乃至省其醫院 只能處理基礎的腦部疾病 而面對諸如腦腫瘤這樣更複雜的大腦疾病 則顯得無稽可施 而住進這個病房呢 還有最絕望的一群人 他們罹患的 是爐內最為惡性的腫瘤 腦膠滯瘤 您看影片 受過那個放化療這病人 這得做了 現在語言有問題嗎 有一點問題 有問題 有 那可得那什麼 那小心點 坐下 你跟他說這次保命吧 保命手術 這次主要是為了保命 保命 為了多活一段時間 更令人無奈的是 在腦膠滯瘤的打擊對象中 輕壯年男性站到了首位 在這次拍攝中 率先進入鏡頭的 是一位正在哭泣的父親 他的兒子郭棟 剛剛被確診得了腦膠滯瘤 腫瘤 輕則讓國洞喪失語言功能 重則為其生命 我是微方的嘛 父母都是農民 是吧 你好不容易剛接了 有孩子多麼喜的一個事 再興到定居了 在村裡 反正也是挺好的一個事 是吧 這樣一弄 他們心裏的落差多大 然後媳婦 然後這樣的話 相當於也是家裡的 不能說頂兩桌吧 在男的嘛 是吧 在家裡 突然形成 你說你這樣了 也很難說 就是很難說 哎呀 這家裡 只是他呢 那天上來這個爭地 爭地的爭氣不好啊 那眼睛打疼 得地了破五分線一間 有目的地是要兩大俠 在2023年之前 他的故事應該這樣講起 國棟是一家人的驕傲 國棟的爸爸 山東為方 地地道道的農民 靠著種蔥 種蒜 養活著國棟和弟弟 命運給了國棟一個不高的起點 但他卻靠著自己的努力 寫出了一個 絕地反擊的故事 走出農村 落戶城市 國棟一個人拖起了全家 也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 但2023年之後 故事發生了轉折 中兆來自一次突發癲癇 生病的國棟還沒來得及考慮自己 卻因為不能負起頂梁柱的責任 而深深自責 同為男性 同樣出身農村 江濤清楚 國棟人生下半場的故事 該怎麼寫 是他的責任了 在這兒呢 就是說這個一塊都是流的 這個小伙子流的還不小 手術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你為啥你要做不好一個攤 一個疏忽原站 腦膠治瘤 神經外科醫生曾經的噩夢 大部分觸發惡性程度低的 腦膠治瘤患者 腦內腫瘤會反復生長 一些患者則會進展為 惡性膠治母細胞瘤 五年生存率不足肺癌三分之一 可以說 其他腫瘤的治療方式 在與腦膠治瘤的對決中 幾乎都敗下陣來 保命還是保患者功能 面對這個殘酷的選擇題 在2000年前後 幾乎所有患者 都只能選擇前者 也就是那時 江濤開始為這群人前後奔走 我們碰到一個老患者 就是說他那大概是一個 四肢膠治母細胞瘤 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時候 昏迷 昏迷以後呢 又半年以後去世 所以這個 當碰到這個時候呢 我們醫生的心理實際 跟患者是一樣的 也是覺得這種愧疚感 還是就覺得說 應該更加努力 能在這個方案上 研究上能取得更多進步 給患者帶來更多的 這個治療的一些方法 的一些改變 國東的檢查結果 令江濤感到擔憂 他需要儘快為他做開爐手術 而今天 我們還拍攝到了令江濤 倍感為難的另外一名患者 35歲的陳末 在神經外科腫瘤五病區 他已經因為腦膠滯瘤 反復入住四次 時間跨越12年 你先走路有事兒嗎 這個有問題 稍微的沒有左腿那麼 這是畫畫的 就是畫手不靈 開始上午做手術的 他是在一個美月學習 大三的時候呢 就發現右手有點不靈活了 就發現在運動區域 長了一個瘤子 但是呢 結婚生子之後就復發了 再次把腫瘤大部分切掉 切掉以後呢 這次進行了放療 又過了四年 又復發了 我看你做這話 你做這話做我看個瓣 看個這個 很薄 對 對 還有一個釘子快露出來 可以啊不行 得清了這個 這個頭皮血運都不好 哎呦 就消耗了 這次手術呢 從影像上看 腫瘤厄癌程度增加了 早期是低級別 現在可能變成中高級別 咱從這邊走了 就直接下電梯了 咱從這邊走了 之前來的時候覺得可大 哪兒都找不著 現在覺得就老來都熟了 她第一次手術是在老天堂 然後那個第二次數前 是正好趕上老天堂搬家 我這邊搬 這是沈默的妻子 在輕車熟路 往返於醫院的路途中 她和我們講述了丈夫 患病後的生活日常 我記得當時她跟我說 她說那她照了一CT 說裡面有個東西 我還上班了 然後我就哇哇地哭 她第二次手術之前 整個人癲癲癲的 就是屬於那種吃傻狀態 最後然後等我懷孕的時候 18年懷孕嘛 有一天晚上睡覺 我就覺得那床一直在抖 我就看著又犯了癲癲了 兩個家庭的希望再明確不過 距離上次復發僅有兩年 家人希望姜濤能為沉默 多切除一部分腦子 以爭取下次較長時間 復發的窗口期 但沉默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 癱瘓 27歲的國動 則期待保留功能 至少不影響繼續工作 還能幫襯著家裡 無論如何 在短期內遭遇 腦膠滯瘤這樣的疾病 即便是頂天立地的大男人 也很難做到全然面對 您可能會問 這些青年男性的大腦怎麼了 關鍵在於 原因未明 沒有找到確切的原因 比如肺癌 說可能跟吸引相關 比如說肺癌 因為說飲食 就是高鹽飲食啊 或者水也有問題 但是你焦人沒有發現 所以導致就是說 我們無法預防 腦膠滯瘤 是名副其實 神經外科領域的出風 二十多年前 已經可以獨當一面的姜濤 不顧他人反對 實意從零開始出國留學 轉身進入這一領域 他眼中的憂愁 來自於患者 也來自於治療方式的大大受限 姜濤希望 他能有所探究與突破 國內的跟國外呢 肉眼可見的差別 國內專門做教育臨床的 不多 反正因為知道就病治不好嘛 但是我到那個中心之後呢 他們我參加他們大量討論 就是說怎麼把教育做得更好 我記得我參加第一次組會 他問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目前團隊 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我們下一步怎麼辦 我當時覺得這個是很震驚 我就說也想像某一天 我們團隊也說 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我們應該下一步怎麼做 再次見到國洞 他已經剃了光筒 為手術做好準備 但姜濤卻不得不再次告知 他腦中的腫瘤可能會複發 而姜濤第一次手術切除的程度 直接決定了再次復發的時間 而沉默外形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因為反復手術 沉默頭皮血功很差 樹中切口可能無法癒合 他需要承受一種較為痛苦的方式 對這塊頭皮進行處理 現在怎樣 還行 開始疼了吧 有點了 嗯 還行 頂子那個頭蓋骨 還有這個皮都特疼 疼得 有一次疼得 我回家他吐了 疼吐了 他晚上也有這包 他不能好好睡覺 他太胖了 我沒事的 不是 我為了順利 沉默希望 他的生死時刻 能來得晚一些 再晚一些 我心裏面其實很大落差了 因為 頭兩天還能畫那麼清晰的畫 那個筆我都拿不太多 寫字我身上寫不了了 我要知道 這老復發那確實挺鬧心的 比如說這好手吧 不是這樣嗎 這樣 這個就會 一 一 二 三 都很配件 陳默曾是一名美術老師 繪畫 承載了他對生活的所有美好向往 但如今 他右側肢體感覺遲鈍 手不靈活 也拿不起筆 腫瘤復發期間 他和愛人迎來了新生命 女兒成長的四年 是一個年輕父親承認自己 再也無法貢獻價值的四年 其實我 最心裡 最心裡 便扭 最心裡那個事 就是 我覺得 病 這種病 我就失去了 我的人生價值 失去了一大部分 後來我也想算 我就算不壞了 我不壞了 我做我對家裡的貢獻也是一樣的 我把我的一些生活的感悟 我傳染到我閨女身上 我用我的經驗 把我的閨女體現好了 這不是也是我一大貢獻 她有時候就跟我們說 說那個 哎呀 反正她這種情況吧 她就說 有時候沒準就是 就陪不了她閨女很多年 出來就推起來 我說如果我閨女 她要是 就是找人啊 接婚什麼的 如果我知道她身體不好 那我可能就不太想讓她過我家 因為畢竟累 就身體上累 我覺得這些都無所謂 就累心 哎 有時候就覺得 你看 就像架了這麼一個 架 幫倒什麼忙 安靜 安靜在這邊 哎呀 哎呀 人不多 心裡惦記著沉默 和國動的手術方案 但今天 江濤還要趕最後一班飛機 去趟西安 因為江濤必須關心 北京以外的神經外科發展 我爸爸你畢業 東北特別哈爾濱 它 它是肺心病特別多 所以那陣子 我在呼吸科實習 我覺得 這個老爺這個 說沒了就沒了 但是所以說就覺得 這個內科治療 有時候覺得 方法都不是特別多 就男孩喜歡動手 我覺得那陣子 對外科有基本認識 手刀病除 肚疼 偶爾叫 一來他學完的時候 人很快好了 為啥這個 我們神經外科 學科這麼好呢 就是我們導師當年 他們這一代人 就是他們那代 第一代創業人 就打下基礎框架 非常好 對王總說 那時和我們趙雨成教授 對學科這個構建 超前性特別好 神經外科的學科峰會 經常很冷清 參會人數 不足骨科等大學科的 三分之一 而培養一個神經外科醫生 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時間 這裡面 願意去鑽研腦膠滯流的 更是鳳毛麟角 二十多年前 江濤攻入腦膠滯流領域的時候 這個學科還是一片空白之地 這個問題就特別好 從神經外科角度看 如何呢 就是說更好地切除這個 大腦膠腫瘤 更好地保護大腦功能 誰願意為這些患者的人生負責 江濤希望 更多有能力的青年人 能夠入局 晚上九點行程結束 飛機還有一個半小時起飛 江濤搶時間 開始吃今天的第一頓飯 好幾年沒半夜吃飯 它這湖南飯跟河南的也不一樣 湖南沒這個醜 好啊 你來 還有人 好 好 真行 當時我們是第六屆生大學生 上大學大學生叫天之嬌子 有一條街道就一個大學生 我們大學食堂就是我的上一屆 師兄還吃點粗糧的 等到我們是大學基本沒粗糧的 那吃個雞蛋就算清楚 好 好 好 我皮膜一个就一个厘米 要是月筋中线人用出去 骨疤可以离一个厘米多一点也可以 果冻的第一次手术 结果至关重要 江涛对于肿瘤切除程度的把握 决定着果冻的命运 而沉默的情况更加糟糕 整个这都是流的 这都是流的 这有功能就在流子 功能就在流子内 比上次还是进展 对 比上次要大了 因为上次只是在中央前回上有 然后这次是中央后回上也都有 脑内肿瘤不仅体积变大 范围更广 恶性程度也增加了 江涛不得不提及 这一次沉默瘫痪的风险增加了 这次一定把困难过去足一点 不像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不像第一次 你跟我说 你少可能会不能动 这次仍然存在这种风险 上次仍然是百分之十以上可能有问题 有时全切大了 就它 切不切和保不保功能 这两个事就是像天平的两端 我们追求的是能够同时做到 但是往往很困难 把上次那个工作从政能找到 明天一起看 上次怎么说呢 好的 老师 这是18年号 你咱们刚搬过来 18年的线 我妈就说那种病的事 我都不想听 我都在门口呢 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 在重大时刻来临前 沉默照旧略带轻松地玩笑着 希望让家人放心 但来到病房的妈妈 受不了儿子这个态度 眼里我老是孩子 老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 自从儿子结婚独立后 妈妈照顾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无法理解 儿子面对生死漫不经心的态度 也无处发现 自己的恐惧与不安 这就叫叫叫叫叫叫了 另一边 国栋也在电话中指挥着爸爸 让他准备手术前需要的物品 不要急 病魔 让两个男人如临深渊 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可以抛开成年人的理智 做回任性的子女 抓紧爸妈的手 夜色僵持 沉默的笑意消失了 会不会我这个不能动 整个我都瘫了呢 我不是就成累赘了吗 就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特别怕 我还不如改了呢 我理解我猜想 我肯定不会有那么长手 这条宣言 能看着我闺女长大 而同一时间 江涛还在办公室 反复推演着手术方案 江涛的考验来了 我们全程记录了两台手术的过程 也见证了两个家庭的悲欢 2023年的高考日 沉默的第四次手术开始了 这次肿瘤偏大 已经达到三个厘米了之间 因为三次手术还做过放疗 局部解剖结构一塌糊涂 江涛首先需要暴露肿瘤 但这常规的一步 就让沉默手术室里的紧张氛围 抖然生起 打开点行了 够了 我先担心就是波太大不行 我先不好说 暴露肿瘤 需要打开硬脑膜 但因为放疗于反复的手术 沉默的硬脑膜 已经和掌管运动功能的 大脑皮层紧密地粘连到了一起 就是你要拨开这粘连过程中 很可能就破坏脑的功能 强形剥离 岂有可能在这一步 沉默就瘫痪了 而果冻的手术 对江涛的要求更高 他希望果冻 不但能通过手术活下去 而且能保住语言功能 巨大的肿瘤 使大脑的功能区移动的位置 由于胶质瘤呈侵袭性生长 很难区分肿瘤 与正常脑组织的边界 江涛需要小心翼翼地 在纵横交错的神经网络中 尝试着划定肿瘤的边界 我们这大脑 很多重要功能区域 身体司令部 哪些地方可动 哪些地方不可动 它是有很多解剖去标志的 很多区域 我们数前就判断说 如果气掉以后患者平台怎么办 气掉以后患者 试语怎么办 这是必要感觉 因为胶质瘤 它成一个这种 弥赞的这种生长方式 我不可能全 把半个脑子都端走 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意识到了 它周围可能有 那我肯定会 自我相应的这种 扩大范围进入 但扩大的过程 很有可能就损伤了 就损伤了现象的功能 要避免术中损伤 国动的语言功能 江涛需要进行 术中唤醒 你知道你今天在哪儿的吗 在天南医院 在天南医院 行 我方大夫 来 坐完手 伸 伸 伸 来 张嘴 伸舌头 好嘞 放松 来 跟我数十个数 一 二 三 2006年 第一台术中唤醒手术 出现在中国 主导医生 正是江涛 通过术中唤醒 监测患者的语言 和运动的变化 江涛可以完成 与大脑指挥部的 直接对话 现在咱开始 要看语言功能了 好的 咱就得睁开眼 然后看一下这个图片 能不能看清 可以了 就刺激了 江涛一边用电 刺激着患者的大脑皮层 一边观察他的反应 这边是一口 好 刺激 这边是 国动的突然失语 是因为电流 暂时阻碍了他的思维 转化成语言的神经活动 抑制了他的语言表达功能 放松 这块钱 就这块 对了 就这两次了 两次了 那就是这块 开颅手术中 唤醒病人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 这是精准外科治疗发展历程中的 标志性事件 这使得神经外科医生 可以清晰知晓手中的这把刀 切到哪里对患者有益 切到哪里也会对患者有害 沉默和国动将成为受益者 而我们记录的另一台手术 也已经入了关键时刻 沉默手指的突然跳动 意味着刺激到了运动区 江涛万万不可触碰 否则沉默非死极惨 但沉默的肿瘤正位于这个区域 切还是不切 直接决定了沉默是否会落得右半身瘫痪 江涛下刀了 他开始向着雷驱试探 此时手术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江涛不再说话了 但他的内心非常坚定 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则源自江涛的重大研究 他认为 神秘复杂的大脑 是一个由无数个节点组成的脑网络 通过数中唤醒病人后 找到需要保护的真正关键节点 之后即可大胆切除其他位置的肿瘤 功能也将不受影响 现在他需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切除 成半再次移取 辅助运动区在棕色的前面一点点 辅助运动区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要第一个直接弯 你要第二个直接弯 而长在辅助运动区的患者 我们切了之后 他可能在数后24小时之内 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运动障碍 并且得找到了相应的这种康复方案 利用这个大脑的这个可塑性 就是这损伤了他周围 也能凑合把这事带偿起来 来通过这个来去恢复他现在的功能 心骨头被姜涛啃了下来 跟数前估计是一样 就是说他还是这个肿瘤清晤空中区 但是那幻影下 就是边切瘤子边找空中区 在树中呢把地找到了 工具找到了 现在肿瘤能切 今天肿瘤能切了八九十 在树中比如把体位头能痒一点 陈墨从手术台上下来的第一天 他的右手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国栋不但保住了性命 姜涛还为其保住了所有功能 语言行动均不受限 两个大男孩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走出手术室 姜涛自由切换到另一片战场 不满足于做一个神经外科的大夫 然后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的前沿的东西 而且我十年前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是基本上满头白发 但是十年前还是就是头发都是黑的 我鼓励我们这科研人员和临床大夫 我都这么说 我说的江所 江涛教授带着学生 昨天加班加到十一二点改本子 然后呢他们 我说你们就得跟他一样努力 我们就得跟他一样努力 一下大夫 他也就得跟他一样努力 他也就得跟他一样努力